今天我们要来讲忍耐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 但我们想要设定一些比较重要的重点 首先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 就是忍耐会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悔赐 他在古兰经里面跟签字马莫德说 你要去跟那些忍耐的人 要报告这个好消息 那什么样是忍耐的人呢 阿拉是说就是当那些遇到灾难的人 那些遇到灾难的人呢 他们就会讲说我们来自阿拉 那有天我们要回到他那里去 但其实我们要提出一点 阿拉说 那摩斯伊巴这个字呢就是灾难 那如果真本不敢把他读完的话 你会发现在的地方阿拉讲说 这个摩斯伊巴它是有别的意思 阿拉说的死亡是一个灾难 阿拉说的死亡是一个灾难 就是说除了死亡之外呢 在那一章里面是一个灾难 那阿拉在那一章里面所讲到的意思就是说 除了死亡之外呢没有其他的灾难 那阿拉在那一章里面所讲到的意思是说 除了死亡之外呢没有其他的灾难 那死亡對哪些人來講是一個災難呢? 如果說他不是穆斯林的話,他死掉了,對他來講就是一個災難 那如果他的家人造成他不是穆斯林的原因的話 他們都有這個職責的話,那他對家人來講也是一個災難 為什麼阿拉為什麼會說死亡是最大的災難? 因為不管說你是怎麼樣,你做了多少,那你死亡之後 你還會希望說你但願你還可以活過來再做得更好 那對於那個王者的家人來講的話,他們會覺得很難過,就是說他可能沒有真的盡力去做 然後當然因為我們是人類,我們不能控制我們的情感,我們的感情,我們的愛,等等 再來就是我們人都還是有情感的,就是還是沒有辦法控制內心的悲傷 那些就是阿拉的安排的人呢? 那些就是阿拉的安排的人呢? 阿拉為他禮拜的意思呢?就是阿拉給他這個慈敏,然後呢給他這個…呃… 給他…給他祝福,然後呢對他感到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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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就是…呃…給他慈敏 阿拉跟天使們,他們就是在對這個使者,對這個先知禮拜 就是當天使們,他們在為這個人祈禮拜的話呢,就是說他們是在為他做祈禮拜 yeah,so imagine when you are patient, when something happened to you, this thing happen to you is when,is in this life 如果你這一生發生什麼事情都是在這一生 then you are suffering in this life,for anything 你這一生不管是什麼事情而痛苦 you are suffering from maybe sickness,and disease,financial problem,or whatever 不管你是經濟上或健康上有什麼問題,都是這一生的問題。 那你說的痛苦都是這一生的, 但是阿拉要給你補償的話是這一生而已嗎? 那不是今生的,而是後世的。 當然我們今生也會得到一些補償。 今生的補償不見得說你失去什麼阿拉要給你什麼,重點是你今生能夠得到這種滿足。 那你第一部分得到的話,第二部分就是在後世的時候會得到。 不是,阿拉要說, 阿拉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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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那些人, 他們在後世是成功的人。 所以, 那你當時是患者, 你會得到這個生命, 你會得到這個生命, 和這個生命。 如果你能夠忍耐的話, 你今生和後世都能夠得到阿拉的補償。 那, 要怎麼樣做到忍耐? 要怎麼學習去做到? 我們要講說呢, 太難了, 我做不到, 講這句話非常的容易。 我們要講說呢, 講這句話非常的容易。 我們要講說呢, 太難了, 我做不到, 講這句話非常的容易。 我們要記得幾件事情, 那這幾件事情, 那這幾件事情, 會幫助我們做到。 所以, 在禮拜後, 我們要學習這些事情。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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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怎麼要訓練自己做到忍耐? 首先, 我們要去想一下, 所有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 不管發生在我們身上什麼樣的事情, 就我們看來覺得它是不好的, 那我們就把它擺在面前來解釋。 我們要一直常常去謹記到第18章, 先知穆薩, 他跟阿阿拉之間的一個故事。 大家都知道它的故事, 那我們現在簡短的把它帶過。 阿拉跟先知穆薩說呢, 有一個人, 他有你所沒有擁有的知識。 那先知穆薩, 他要去跟這個人學。 那先知穆薩, 他要去跟這個人學。 所以, 我們知道這個故事, 但是, 三件事都發生了, 而穆薩, 他不可以接受它。 那有三件事發生, 那先知穆薩都沒有辦法去接受。 第一件事, 那阿阿拉跟先知穆薩, 他�即薩了, 他把船關了。 第二個就是阿阿拉跟他把這個船打了一個洞。 第二個就是阿阿拉跟把一個小男孩殺死。 然後在第三個,就是把一個圍牆修好。 如果從外面來看的話,就會發現這三件事情是不好的。 但後來穆斯塔在整個事情發生過後,才從阿卡特那邊知道他為什麼做這些事情。 當他了解背後的原因之後,他就變得很容易接受了。 這三個例子呢,就是我們人生的一個寫照。 第一個呢,就是你對人家做了一件好事,但是他卻反過來,就是恩將仇報。 你知道那些壞人的船家,他們給穆斯塔和阿卡特,就是免費讓他們登船。 那他們免費登船之後,阿卡特卻把這個船破壞。 從外表上看起來,他好像是不好的一件事。 為什麼人家幫助你,你卻這樣子去回報他。 阿拉呢,在事先先給阿卡特透露這樣的一個訊息。 阿卡特知道說,他這麼做是為這個船家好。 穆斯塔不知道後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他一開始看到這個情形,他就很生氣。 後來穆斯塔知道這個原因結果之後,他就瞭解了。 那今天我們人生當中呢,常常我們幫助別人呢,去被別人傷害。 當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時候,我們就要想起阿卡特去把那個船家的船破壞的情形。 雖然他現在不瞭解,但是之後就知道這個對他來講是比較好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那個男孩。 那個男孩還是很漂亮的男孩。 他很帥,他很不錯。 然後阿卡特就殺了他。 這是一個很漂亮很好的一個小男孩,但是卻被阿卡特殺掉。 然後,如果一個人看到這種情形的話,都會發現這是對父母來講很難接受的。 然後呢,這是一個罪惡,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這個父母呢,當他們知道說,如果這個孩子長大之後呢,他會讓這個父母,他們整個都變成卻不信仰阿拉的人。 那如果他們知道的話,他們會怎麼樣? 那他們知道這樣情形的話,他們就會很高興,就是這個孩子現在就先死掉。 所以說,如果我有孩子,我失去他。 或是,如果我無法有孩子, 想起這個問題。 想起這個問題。 想起,你不需要有孩子是好好的。 也許因為這個孩子,你會去死掉。 就是說,如果你有孩子,但孩子卻死掉。 或是你一直都想要的孩子,但是沒有辦法有孩子。 那我們要去想,也許呢,這個孩子會,有這個孩子的話,也許他會贏我們下地獄也不一定。 所以,阿拉說了,有時候你的財產或你的孩子會變成你的一項很大的考驗,所以你要非常謹慎。 阿拉呢,把每件事情都安排得非常美好。 但有時候我們不夠忍耐,不夠有耐性。 這個忍耐的功夫呢,是需要訓練的。 Sale as how I train myself, for example, when I'm learning the language, then I train myself to be expert in this language. 就好像我們要學習一個語言的話,要自己不斷地去訓練,要去練習才能夠精通。 Sale for riding bicycle, at the beginning it is difficult, and I maybe fall down or whatever, step by step, it will become normal. 就像是我們剛才在學習腳踏車的時候,一開始很難,但是慢慢的練習就越來越會。 或者是游泳或是其他我們生活當中會去做的事情。 忍耐呢,也是需要練習的。 那如果我要練習游泳的話,我就需要一個游泳池。 我不能在床上就可以練習游泳。 這樣是不行的。 或是在網路上練習。 所以我需要游泳,我需要真正的水, 我需要躺在裡面,開始練習自己。 我需要水,我需要一個游泳池,然後跳進水裡面去練習。 我們之前說過,如果我要有大肌肉, 我需要重量重量重量。 那我們之前也講過,要訓練肌肉的話呢, 必須要去練習這個重量訓練。 但我不能一開始就提很重的東西。 所以我開始用幾公斤, 然後步一步,我需要有人 提供我更重的東西來練習。 一開始呢,用比較輕的重量幾公斤的舉重。 但是之後呢,就需要有人提供我更重的東西來去練習。 所以我要學習忍耐的話,也需要別人提供我一些工具來練習。 沒有這些工具的話,沒有辦法訓練自己。 所以,如果我的人生一帆風順的話,我就沒有任何的機會去練習怎麼樣忍耐。 所以結論就是說,如果阿拉愛我的話,他就會給我這些工具,讓我去練習忍耐。 但是如果我是一個個性軟弱,然後信仰薄弱的人, 那麼阿拉呢,他擔心我會走偏了。 所以他就會讓我們說,你現在這樣就好了,那就不要再給你任何的重量訓練。 所以我們不要誤解了。 所以我們不要誤解了。 你會看到一個人,他有什麼意思呢? 他有一個人,他的信仰很低落。 他禮五次禮五次禮,有時候他會有幾次禮。 他也不參加任何的宗教活動。 他也不參加任何的宗教活動。 你可以從他的行為和平革來看出,他並不是一個信仰堅定的人。 他的人生呢,沒有遇過任何的麻煩。 他不喜歡現在的工作,馬上就有一個更好的工作。 他想要錢,突然之間就有錢進來。 他想要去旅行,可是又沒有錢,突然就有人贊助他去旅行。 這樣的事情是常常發生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這種經驗,但有很多人是這樣的。 另一方面,你會看到一個人,他是一個信仰的人。 他在練習在伊斯蘭。 他的意識很高,他一直在麻煩。 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有一個非常信仰虔誠的人。 他有在實踐伊斯蘭。 但是呢,他卻常常遇到一些麻煩。 我們不要誤解了。 阿拉希望每個人都能夠贏。 所以阿拉呢,就根據個人的能耐,讓他去得到勝利。 但是有些人,他堅持要去輸掉這場比賽,那就隨便他們。 但是,那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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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拉希望他能贏。 所以,你的心很弱,你不可以用任何東西。 所以,我不會讓你用任何東西的能力。 所以,一個信仰活弱的人呢,他的心呢,沒有辦法承受任何的挑戰。 所以,阿拉就不會給他任何的考驗。 那另外一個呢,心智很強壯的人, 然後呢,他有辦法去承受更多的壓力。 那麼,阿拉就會給他更多的能力。 那另外一個呢,心智很強壯的人, 然後呢,他有辦法去承受更多的壓力。 那麼,阿拉就會給他更多的一個考驗。 那不會超過他的能力範圍。 那就算兩個人到最後都贏得勝利了, 但是呢,他們會得到同樣等級的獎賞嗎? 那第一個人,他畢業了,他畢業分數是50分。 第二個人畢業了,他的畢業成績是100分。 兩個人都畢業了,但是兩個人會得到同樣的工作嗎?職業。 當然會不一樣。 在審判日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我們了解這樣的一個情形的話, 無論什麼時候遇到任何的一個考驗麻煩的話, 我們就會非常的高興,因為我可以得到這個信仰的禁忌。 當我了解的話,我會高興還是難過? 我應該要更高興。 但是大部分的人,正在遇到問題的時候還是會難過。 為什麼? 因為我並沒有真正的去體會,了解到這一層。 我們之前說過,也很適合再說一遍。 阿拉對待我的方式,跟對待別人的方式是一樣的,我並沒有比較特別。 當我遇到一樣的一個災難或問題的時候,我要去想四點。 我們先說過這之前,但我先說過一遍。 我先說過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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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有辦法讓這件事情不要發生嗎? 當然。 第二。 阿拉有辦法把翻到我身上的事情整個逆轉掉嗎? 可以。 三。 阿拉知道在我身上發生什麼事情嗎? 當然知道。 四。 我要自己問我自己,阿拉愛我嗎? 當然。 阿拉愛每一個人。 阿拉在我身上的事情,阿拉知道他發生了,阿拉有辦法把他改變掉。 那么阿拉他可以让这件事情不要发生 那么阿拉他是爱我的 那既然说这四点剧主的话 那就表示说那阿拉爱我的话 那表示说这件事情发生是对我来讲是最好的 否则阿拉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重点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件事情 但是有一天我一定会知道 现在知不知道并不重要 那因为我并没有像阿拉德这样的一个老师 可以告诉我为什么 就是说我在心里面要时常谨记着这个观念 第二点呢就是说我要谨记着 如果说我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我会得到什么样的悔辞 首先会得到阿拉的祝福跟私民 第二个呢在审判日会得到阿拉的一个悔辞 那我知道以后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悔辞的话 那我就会比较放松下来 然后我很高兴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第三个呢就是说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伤害我的人 那我们通常来讲呢就尽量把他整个把他给宰了 或是把他毁了或至少要去打击这个人 这边有两点我们要去了解 第一个呢就是只关我个人的利益 第二个呢是关于整个穆斯林 那如果只是个人的恩怨的话呢 那我要训练我自己要能够去原谅他 但不幸的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一点的真正的意义 那第一个呢他不管大大小的事情他全部都做到这是个人的恩怨 那反正随便都请阿拉原谅他 但是呢不幸的呢其实里面呢包含的并不是 不是完全个人的恩怨有些是关于整个群众整个穆斯林群众的一个利益的 那他面对这样的问题他应该是要挺身而出的捍卫的 那另外一种人呢他不管大大小的事情他全部都说我是为阿拉而战 不管是个人的或者什么他全部都是要去打人家 我们需要学习要怎么样区分这两种 我們在談論他,當一個人偷了他的錢,而逃離, 阿بدullah al-Mas'ud是甚麼做的? 阿بدullah al-Mas'ud,一位一位教師, 說他的妻子是承受的。 阿بدullah al-Mas'ud說,他的妻子阿拉絕對我們會接受, 那有一次他的錢被偷走了。 當他的前輩偷的時候,阿بدullah al-Mas'ud知道他只要做妻子阿拉絕對我們會接受。 所以他想說他要利用他的優勢,然後他做的妻子阿拉絕對我們會接受。 所以他怎麼樣去善用他的優勢? 他舉起手,他有請求阿拉絕對他的腳斷掉嗎? 他沒有,其實他知道如果他請求阿拉絕對這個人的雙腳斷掉的話,這一定會成真。 那他有跟阿拉說阿拉請求你讓他眼睛下掉? 他沒有,他知道只要他做這個妻子阿拉絕對他會接受,可是他都沒有這樣講。 他要做什麼樣的妻子阿拉? 他會說阿拉,如果他真的需要這筆錢,請求你給他偷了這筆錢,給他祝福,讓他好好用這筆錢。 他知道他的讀過阿拉一定會接受。 然後他跟阿拉說,阿拉,如果這個偷我錢的人,他並不是真的需要這個錢的話,請求你讓他這次的偷竊成為他人生的最後一次的偷竊。 他知道他的讀過阿拉一定會被接受,所以他就善用他的這個優勢。 他知道他的讀過阿拉,他知道他的讀過阿拉一定會被接受,所以他就善用這個優勢。 因為他是希望出這樣,有另外一個不行,他可以上騙他。 那有另外一個先知的弟子,他的錢被偷了,就有人跟他講說,那你也去,就針對那一個偷竊的人,那個竊賊做一個讀過。 那個人,他也是其中一個人,他的讀過阿拉,他也是其中一個,他的讀過阿拉,即便會被接受的人。 那人家跟他說,那你也去做一個讀過阿拉,去攻擊這個偷竊的人。 那這個人呢,他怎麼說呢? 然後他就跟那些慫恿他去做讀過阿拉的人說,你的心裏沒有任何一點的這種仁慈之心嗎? 他這個已經犯了一個罪了,那你還要去做一個讀過阿拉來打擊他嗎? 他就說阿拉,請求你赦免他的罪,然後讓他的這個罪是他人生最後一個罪。 就是我們跟這些人比的話,實在差得不太遠。 今天,如果有人傷害我,在一個個人的方式傷害我,我做什麼? 我開始發生的罪,去檢查所有人我認識的, 所有傷害的方式我可以拒絕,就是去攻擊這個人,去殺他, 然後去攻擊這個人,去攻擊他, 然後去攻擊二十、三十、四十個罪,在各個國家, 就讓他飛來這裡,去攻擊他。 那如果先有人對我做了一個人生攻擊,就打擊了我, 那我們就會想辦法,用各種的方法去打擊他。 那我們會這麼做的話,是我們不了解說,這個傷害我們的人, 他事實上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一個幫助。 如果有人傷害你,他是傷害你呢?還是送你一個禮物? 他事實上在送你一個禮物。 那我很感謝他送了這個禮物嗎? 那如果接受了很感謝他這個禮物的話,我應該要去感謝他。 照理說,一個人傷害我,我應該要去跑去跟他講說, 因為他會賜給你。 但是呢,我們並沒有真的這麼做。 但是呢,我們並沒有真的這麼做。 但是呢,我們現在還是要去學習,要怎麼區分,這個是關於個人的恩怨, 那一個是關於整個穆斯林的利益。 我們舉一個例子。 某一個人,他就是欺騙了Brother Sultan。 他跟他偷竊了很多錢。 然後這個人,他是在清真寺。 他就是,他是一個穆斯林,他常常來清真寺。 那Brother Sultan呢,他用伊斯蘭的方式呢,想盡辦法去把他的錢要回來。 然後呢,他就叫我,就是身為這個教長來幫助他。 那我就是找那個穆斯林的兄弟過來,然後我就跟他小語大意說,你這樣就是不對的。 然後結果他還是不聽。 他還是堅持必要還錢。 那這樣到現在為止的話呢,都是他這個人跟俗燦他們兩個人之間的個人恩怨。 那如果俗燦他要原諒他的話,那是隨便他,在於他自己。 但是如果俗燦發現這個偷他錢的人呢,跑去跟阿伊莎姐妹講說,你要不要來投資什麼錢的時候。 然後他看到這種情形,他就要去跟阿伊莎說,你要小心這個人,怕他不老實,他會投錢。 他會騙錢。 那這時候你就不能說,這是我個人的恩怨。 因為如果說你沒有去警告阿伊莎姐妹的話呢,然後阿伊莎姐妹真的被他騙錢了。 那這樣子的話,你俗燦呢,跟那個人呢,也是怕人,因為你並沒有挺身而出,去仗義之言。 這個並不是背談或者是謠言,而是我們兄弟姐妹之間要互相保護幫助。 就好像同樣的情形,就是某個人,他要跟另外一個人結婚。 譬如說,Brother Sultana,他要結婚。 然後他想要跟其中一個姊妹結婚。 那那個女生的家人,他的爸爸就跑來問我,問我說這個薯燦這個人品怎麼樣。 那我這時候就不能講說,不行,我不能去講別人家的背後話,不能這樣講。 那你也不能說,你怎麼可以問我這個問題,你要直接去問他啊。 如果是我們被問到,就是女方的家長來問我們的話,我們就要老實把我們所知道,全部都要跟他講。 但是你也不能亂講話,你要有平有據的,就是要非常中肯的把你知道的講出來。 那首先我要講說,那你知道他結婚了嗎? 也許這個女生不知道。 那女生說,我不知道,他沒跟我說他已經結婚了。 那之後呢,薯燦他可能跑來問我,責問我說,你怎麼會跟他講呢? 那是他這樣是不對的,我本來就應該要講實話。 那這就是這個問題。 雖然我知道,他可能是一個大人,他可能有些能力, 可能因為他可能是我的老闆,可能因為我會失去工作, 所以不管說他對方,他怎麼樣的位高權重,甚至因為他是我的老闆,我講實話,我會被他解聘的話,我都還是都是阿拉給我的一個考驗。 所以我必須要勇敢地去把真話講出來。 所以我不是根據個人的見解去判斷說,這個是個人的恩怨還是大家的利益,我必須要根據整體的情況去判斷。 現在,我們回到重複,當我正在這種情況下,我必須要告訴真話,我知道這真話可能會讓我受到麻煩, 那我會讓我受到重複,我必須要告訴真話。 就是說,我們再回來忍耐,當我知道我這樣的一個情形,我必須要去講實話,那講實話可能對我鼓勵的話,我還是要勇敢地去講,而且要忍耐之後的結果。 但是我們還是要有智慧,智慧是有關於我們的人生生活,但如果與伊斯蘭相關的話,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例如說,一個很有地位的人,他講說,根據伊斯蘭的話,我們是可以喝酒的。 然後他們就跑來問我說,這是真的嗎? 那我知道說,如果我講出來說,不行,不能喝酒,那有可能我就會工作點丟了。 那我知道說,如果我講說,沒關係啊,可以喝酒啊,那這樣的話,我的工作就可以升遷,然後可以得到更多的薪水。 那我應該怎麼辦? 我講,我講,噢阿拉,我正在做這個為你,我知道你不會讓我獨自我,我知道你會支持我。 然後我講,不,這不是真正的,我們要喝酒。 沒有任何其他人說,阿拉說,它是難喝酒。 我告訴你,阿拉說。 那這時候呢,我們就要請求阿拉幫助我們,就說阿拉,我做這件事情是為你而做的。 那請求您保護我,然後就是其中以我同在保護我。 那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把真話講出來,根據伊斯蘭來講,我們是不能喝酒的。 那,在英文中,我們有很多不同的部分。 那忍耐呢,這中文就是忍耐,但是在阿拉伯語的話,它有好奇的名詞。 第一部分呢,就是說呢,當有人攻擊我的時候,我要怎麼樣去回,就是要怎麼樣去對答。 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關於我的行為。 那第三部分呢,就是關於我們生活當中,日常生活,就是我們只要去對待別人呢,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個好或不好的一個方式。 有一次呢,沙漠的一個民族呢,他們跑來見先知馬莫德。 他們就是騎著這個落魄,經過。 駱駛經過這個強圖發射,然後我們到達麥蒂娜的時候,在路上就看到先知馬莫德。 他們就沒有辦法控制,然後從駱駛上面跳下來,然後過去抱住他。 他每個人都這麼做,只有一個人沒有。 那這個人呢,他就慢慢地從駱駛上面下來,然後就一匹一匹的駱駛把它牽好綁好。 然後他就是用水大概沐浴一下,大淨一下,然後就換一下衣服,換比較好的衣服,然後撒了一些香水。 然後他就去見先知馬莫德,然後就跟他問候。 那先知馬莫德就回復了他,然後呢,就一直看他。 先知馬莫德花了比較長的時間,看這個人的臉。 那這個男人呢,他的臉上有很多的痘痘,然後有很多的坑洞。 他事實上不是一個很俊美的人。 那他就會覺得說,也許這個仙智不太喜歡看我的臉。 他就說,阿拉德施智啊,這張臉呢,跟要妙下雨沒什麼關係,所以不是很重要,不用看。 先知馬莫德說呢,我不是這個意思。 他說呢,你有兩樣東西呢,阿拉還有他的使者都很喜歡。 然後這個人就問,這是什麼東西? 他就說,阿拉德施智,這是兩種的忍耐,耐性。 阿拉德施智的意思呢,當人家傷害你的時候呢,你能夠忍耐、沉著。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說你的行為呢,都非常的一個冷靜,非常的一個沉著。 這個人,他可以跟其他人一樣,就直接從落頭上面跳下來,然後直接去報仙智滿莫德。 但他卻沒有這麼做。 那就是說,他大可以直接叫他們說,喂,你們過來把你的落頭牽好,又不是你們的奴隸要幫你們牽落頭。 他大可以這樣講,但是他卻沒有。那這就是哈林的意思呢,就是說呢,他的言語上呢,他是非常的一個忍耐的。 那他以前沒有見過仙智有莫德,這是他第一次見到他。 那他大可以直接像其他人一樣,過去報仇他。 但是呢,他能夠去定向他的心,然後呢,就是,就把自己做好,把自己身體露浴完,然後噴一些香水,用比較好的,比較乾淨的一個面貌去見仙智滿莫德。 然後,當他聽到仙智滿莫德講說,他有具備這兩種忍耐的美德的時候,他就問說,阿拉的使者啊,那這兩個美德是阿拉給我的,還是我訓練我自己得到的。 所以,阿拉給你之後,你非常的珍惜,保護。 然後他就聽了,他就說呢,阿拉給我這兩樣東西,那這兩樣東西是阿拉還有他的使者所喜愛的。 我們大家都有這方面的一個美德。 我們大家都有這方面的一個美德。 但是,它就依靠我們自己是怎樣去訓練自己,讓哪一方面比較強。 當然了,這個整個社會呢,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原則。 當然了,這個整個社會呢,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原則。 like, for example, you see a kid, he is still a kid, five, six, seven years old. and then, he is always losing his temper. 像說一個孩子,他大概五六七歲而已,他常常情緒失控。 那有些父母呢,看到這樣的孩子開始發飆的時候,他就說好了好了好了,不要讓孩子繼續鬧下去了。 當他長大的時候,他就會跟人家講說,我這個人很容易發脾氣。 那這個父母就說,對啊,他從小就有開始發脾氣,也沒辦法。 那長大的時候,他就跟人家講說,欸,我跟你講,我這個很容易情緒失控。 那他就變得好像變得他的特質,他很驕傲。 那根據宣誌阿莫德所說的,你是一個穆斯林的話,你不應該發脾氣。 那是誰讓這個孩子做了一件違反伊斯蘭很嚴重的事情? 是他的父母。 如果他四五歲的時候,他會說,沒有,阿莫德法,他會診他, 他會顯示他,如果他父母說,我會不會討論你們這些,他會明白。 如果這個孩子四五歲的時候,他可能會發脾氣的時候, 可能爸爸就會罵他,媽媽就會說,你在這樣生氣的話,我不跟你講話。 那這個孩子就會慢慢地去改。 如果孩子繼續在那邊發脾氣,父母就還是堅持說,除非你安靜下來,像一個男人一樣的小孩去跟我們講話,或者你什麼東西都得不到,那個孩子到最後就慢慢地冷靜下來。 所以這個孩子長大之後,他就變成一個比較冷靜的人。 如果這個孩子從小就很喜歡跟人家打架,那父母就跟人家說,你不要每次都跟人家打,你要用講的,你要好好地跟人家溝通,去解決事情。那這孩子他就慢慢地會去學習,跟人家溝通。 當絕大多數的弟子們來問先知馬莫德向他請教問題的時候,先知馬莫德絕大多數的一個回答都說,你不要生氣。 這是我們要跟先知所學的。 如果你是站著的時候生氣,那你就先坐下來。 如果你坐著的時候生氣的話,你去躺下來。 如果你躺下來還是很生氣的話,那你就去做小禁。 如果小禁還沒有辦法,冷靜下來,那就去洗澡。 如果所有事情都沒問題的話,就去你的房間,然後閉嘴。 那如果你洗完大禁之後,還是沒有辦法冷靜下來的話,那就把你自己鎖在房間裡,你不要去跟任何人講話。 當然最好的方式就是,當你很生氣的時候,就去做小禁,然後去理兩百,那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 重點就是,在前幾分鐘或前幾秒鐘,能夠把他這個情緒壓下來。 這大家都知道,當一個人生氣的時候,幾分鐘不要理他,之後他就會冷靜下來。 尤其是這個人,這個穆斯林,他知道《古蘭經》與《聖訓》。 我們回到《古蘭經》。 在第三章,有講到說,講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你要是用好的,然後去尋找這個天堂。 就是那些正直的,他們會用好的一個方式去尋找上天堂的機會。 那些人是正直的人。 那些人是正直的人。 當他們有錢的時候,他們就會捐錢。 他們窮的時候也會捐錢。 窮人應該比有錢人捐很多錢。 為什麼? 因為捐錢就是一種投資。 記得我們說,這是不是跟沙拉的投資。 而是跟阿拉來做投資。 所以,我跟阿拉做投資的話,我的合夥人就是阿拉。 阿拉會輸嗎? 從來不會。 阿拉的合夥人會輸嗎? 絕對不會。 但重點是,你真的把自己當作是阿拉的合夥人嗎? 沒有,讓我跟著說。 這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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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那些會控制怒氣的人。 這是正直的人。 這是那些會控制怒氣的人。 這是正直的人。 這是那些正直的人。 這就是我們說。 這是那些會原諒別人的人。 明白嗎? 所以,記得我們說 當 Harun Abashid 當他坐著 其實有另一個故事 我告訴你這個故事 有另一個故事 另一個故事 另一個故事 這是一個更強的故事 其實是 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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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說 一名老子 或是 他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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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老人 有一個女仆 在照顧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還是嬰兒 他坐著 在牆壁 所以,她倒下 然後這個女仆呢 就是抱著他的兒子 然後他遠那邊走 然後不小心跌倒了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就是嬰兒從他的手邊掉下來呢 然後他這個後頸 後腦這邊呢 剛好撞到了這個 噴泉的這個 噴泉的這個邊邊這邊 所以 所以 這個兒子 他就是 兒子 這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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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就死掉了 所以 他看著 這個兒子 這個兒子 然後 然後這個兒子 看到他的小兒子 死掉了 然後就看了這個女仆 然後就看了這個女仆 那這個女仆怎麼說呢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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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女仆呢 就馬上引用了 古蘭經的這一句話 她講說 那些正直的人呢 就會 就是那些 會控制自己怒氣的人 那這個古蘭呢 他怎麼說呢 他就馬上就說 你在說什麼啊 你把我的孩子殺死了欸 那沒有這麼說 那這個古蘭呢 他馬上就說 對 我會控制我的怒氣 然後這個女仆呢 就等了幾秒鐘 然後呢 他就再繼續 幾秒鐘之後 這女仆繼續引用 接下來的這一句話 同樣的古蘭經 他就說呢 還有正直的人 就是那些 會原諒別人的人 然後呢 他就再繼續 幾秒鐘之後 還有正直的人 就是那些 會原諒別人的人 然後就古蘭 他的兒子 已經死掉了 在他的面前 屍體在他面前 然後就馬上講說 我原諒你 然後呢 其他的 接下來的 那個經文是什麼 然後呢 接下來的 那個經文是什麼 那麼 阿拉呢 喜歡那一些 做好事的人 然後這個古蘭就說 好 為阿拉 那把你釋放 你不用 你不再是奴隸了 他的兒子的屍體 就是他的面前 然後呢 他是完全遵照 古蘭經上的 教會去做 為什麼 因為這一節經文 是在講誰 他在講正直的人 阿拉呢 在前一節經文裡面 有講正直的人 會上天堂 所以他就這樣地去看待這件事情 因為我的兒子還有這個女僕 我就可以上天堂 有誰預備好面對這樣的事情 同樣地去處理 或是比這個更輕微的事情 有辦法嗎 我們就可以去看一下 自己跟伊斯蘭距離多遠 這個就是真正的忍耐 這是我們要去理解 怎麼樣去做到忍耐 事實上我們應該要訓練 就是我們彼此要做到忍耐 我們講過就是以前 我們在新生寺的時候會互相訓練 就是在新生寺的時候 他會指定一些人 然後呢去故意地去考驗某些人 然後去訓練他的耐心 那事實上這個人呢 他也真正通過這個考驗 你記得當時他穿著那個衣服 他去工作的時候 他穿著那個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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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去準備上班了 然後另外一個人呢 就是故意地 不小心地把這個 整個燙的這個茶 這個茶呢 就是淋在他的身上 那這個人呢 那這個人呢 他在第一秒鐘 就是還沒有經過任何思索 在這個憤怒的第一個時刻呢 他就會馬上跳起身來,然後去看一下這個,就是打翻水的這個有沒有受傷 這個就是一種忍耐的功夫 I need to think of the person who is hurting me If he is hurting me personally, and this will not be related to anyone else Then I should go and thank him, you are giving me some benefits on the day of judgment 如果這個人呢,他只是針對我個人的恩怨,他來傷害到我的話 那我應該要去感謝他,因為他已經給我一個在後世很好的禮物 Of course, this is higher level than another kind of trial Because there is another kind of trial which is only between me and Allah 當然呢,這個是比較高的一個層級 因為有另外一種的一個考驗是我跟阿拉之間的 Like what? Like becoming sick 比方說生病 This is not because of anyone This is between me and Allah 我們生病的話是跟別人的恩怨沒有關係 這是我們跟阿拉之間的 This is maybe easier to accept 要接受這個生病這樣的安排的話可能比較容易 But imagine for example, again, Brother Sultan He's always hurting me 但是呢,比方說呢, Brother Sultan 他老是在傷害我 He's always attacking me He's always saying a lot of gossip about me 他很喜歡在背後製造我一些講我的闲話 And still, He's always a domestic I cannot get rid of him 可是呢,他還是經常來清真寺 我實際上沒有辦法擺脫這個人 所以說我沒有辦法在一個沒有他的地方 我去到這個地方他就馬上出現 那我在跟Brother Omar講話 他就馬上過來說 你不要跟他這個人講話 他是壞人 他是怎麼樣這個騙子 這是要看這個人的火候 不要老是說我受不了 因為你只要說我受不了的話 好像在講說阿拉不曉得說你的能耐在哪裡 在古蘭經五個不同的地方阿拉都講過 就是我不會要求你去做超乎你能力所及的事情 所以當我不管走到哪裡蘇坦都會出現要來打擊我的話 那阿拉知道說我是有這個能力去承受的 那我要知道說這就是一個訓練的過程 那讓我的這個信仰能夠再提升 如果我真心地去體會的話呢 那我應該就是跟蘇坦講說 我給他我的行程表 我什麼時候會在這個地方出現 什麼時候會在那個地方出現 那如果真的了解的話 就要跟他講說 我明天要去跟一個很重要的人講話 開會你 你絕對不要錯過 你要過來 應該就會變這樣子 阿拉有講過呢 就是好事的回報呢 就是善事 就是好事 這就是一個問題 阿拉不到的回報呢 阿拉有講過呢 好事的回報呢 就是善事 就是好事 阿拉他是用一個問句的方式 做一件好事的回報 還有比好事以外的回報嗎 那結果他的意思就是說 做好事的回報就是好事 那我對歐瑪講做一件好事 他反過來打擊我 或者是他不珍惜 或是他反過來傷害我 阿拉說做一件好事的結果就是好事 那為什麼我做一件好事 那我卻被他傷害了 那難道是阿拉不曉得他自己在說什麼話嗎 那不是 還是阿拉犯錯了 當然不是 這個經文是一樣的 做好事的回報就是好事 所以好像阿拉在跟我們說呢 沒關係 歐瑪他不珍惜不感謝你對他做的好事 那我會非常珍惜的 我會給你回報的 誰的回報比較大 阿拉的回報當然是比歐瑪的回報更大 如果真的理解到這張經文的話呢 那我對歐瑪做一件好事的話 我心裡應該是希望說 但願他會反過來來傷害我 或是說呢 他不會珍惜 他不會感謝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得到阿拉的回賜 因為我希望得到阿拉的回賜 照理說是要這樣子 但我們人類呢 要做到這種程度不容易 除非我們訓練自己 要怎麼訓練自己呢 要怎麼訓練自己呢 要有工具 就好像我講的 我們要訓練肌肉的話 就要去健身房 那如果要得到比較高層次的一個忍耐的耐功的話呢 那我就是要去加入這個訓練的一個俱樂部 所以的意思就是說呢 不要整天待在家裡 然後說呢 我不要出去 我不要去見任何人 那不要講說呢 我去青春日子 去禮拜 我不要跟任何人講話 我禮拜一拜我就要回家了 那不要想說我只是去認識 我只是要學習而已 我去往後就要回家了 我不要去牽扯任何的紛爭啊 任何的問題都不關我的事 我不要管 那不要想說我只去認識 我只是要學習而已 我去往後就要回家了 我不要去牽扯任何的紛爭啊 任何的問題都不關我的事 沒有 我不想去認識 然後我們說 我會講 我會教你一些事情 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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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我什麼事情都不要管 我不要跟任何的事情牽扯關係 那你只要學習對不對 那我們來學 那阿曼 在福蘭經裡沒有跟我們講 我忘了 就是你要做好事 然後你要努力的去為大家帶來正義 然後你要去照顧你的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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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禁止你去說壞話 做壞事 背叛別人 那這個是古蘭經裡面教我們的經文 那我現在教你們了 那你學好了 那你回家 然後那你要去哪裡去學習 怎麼樣去把這個實踐運用出來 如果你不要在社會裡面跟人家交際 那你不要去牽扯這個社群裡面的任何事情 你要怎麼樣去實踐福蘭經的教會 我們知道福蘭經不是只要念就好了 重點是你要會在生活當中實踐出來 盛行也是一樣 OK 我教你一件事 那一件事 先知巴默德講說,一個人看著一件壞事的話,首先他要用他的手去糾正他 如果手不能糾正的話,行動不能糾正,那用言語去糾正他 如果用言語都沒有辦法糾正的話,就要用我們的心去糾正他 那這是信仰的最低的一個階級 那我們學了這一則聖訊 我們知道這則聖訊在好幾則的這個聖訊集裡面都有提到 那這則聖訊我會讀,也會寫,我都會背了 然後我就回家了 那這則聖訊我學起來之後有什麼樣的運用 我們生活當中你去把它做出來嗎 那如果說你一樣都沒有實踐到的話呢,那你不要說我嚴厲,我建議你最好都不要學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學會這則聖訊,那你卻沒有去實踐的話 那在審判日的時候,你所學的東西會反而對你不利 就是有一則聖訊,他雖然不是真實的聖訊,但是他是正確的聖訊 那先週末得他是說呢,有很多人呢,他們學的這個古蘭經呢,反而是在詛咒他們自己 就是我在念這個古蘭經,那這一節他就告訴我說,我們要互相團結合作,然後他不要去傷害別人 但是呢,我嘴巴在念,那行為呢,卻在攻擊別人,傷害別人的話 那在審判日的話,我念了這一節經文就會反而過來指控我 那同樣我們再回來這個主題,當我學習怎麼樣去做忍耐的時候 我就會怎麼樣去用我的頭腦 那如果我懂得用我的頭腦,那我去讀古蘭經聖訊的話,那我會成為社會這個社群上的一個成功的人 那如果不是的話,沒有這樣子的話呢,我就成為一個失敗的人 那如果說我沒有這個智慧,也沒有這個忍耐的話呢,那大家都會討厭我 這就是有一個故事,我們要怎麼學習做一個有智慧又有忍耐的人 你知道嗎,有一個國王,他要出國,他有三個女僕 那他就問他的女僕說,你要跟我一起去,還是你要留在這裡 那他就說呢,我也隨便你啦,那我還是留在這裡比較好 然後他就說呢,你不想跟我走,你想留在這邊,那你就可以在這邊玩,然後隨便要去哪裡就去哪裡 然後他就命令他一個士兵去打這個女僕,那士兵就在打他 然後他就問第二個女僕說,你要跟我去旅行呢,還是你要留在這裡 然後他已經看到第一個女僕發生的事情,他說我跟你去 他就說,你想跟我出去吃吃喝的去玩樂嗎 那他就叫這個士兵去打他 他就問第三個女僕說,你要跟我走還是要留在這裡 他應該怎麼說呢 他就說,隨便你啦,你決定 他就看著他,他就說,你覺得我非常自由選擇 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覺得我不是忙,我忙,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想我把所有事情都留在這裡,就選擇給你 打他 然後他就說呢,因為我都閒閒沒事做嗎 我很多事情要做耶,你還叫我來幫你做決定 他就叫士兵過去揍他 所以他就被她,然後當她離開的時候 她就說,May Allah Bursi 然後第三個呢,當這個國王要走的時候 這第三個被打的女僕呢,她就說呢,願阿拉呢,詛咒你 然後這個國王就問這個士兵說,剛剛那個女僕說什麼 所以士兵就說呢,她講說呢,願阿拉詛咒你 然後這個國王就說呢,跟這個士兵說呢,誰允許你講話 他就叫另外一個士兵去揍這個士兵 所以說,你沒有這個忍耐呢,你也沒有這個智慧的時候,大家都會討厭你 所以,在結論,在結論,那些沒有忍耐的人呢,他們是非常心胸狹窄的 You know, in general, people say, before you say something, when you are hungry, come from one to ten 有些人就講說呢,你要生氣的之前呢,那你最好就從一數到十 We don't say come from one to ten, as what we said, we say, make a potion 我們不會叫你從一數到十,我們會叫你去做小禁 去禮兩半 Inshallah的事情就會變好 Many questions, we have four questions Now, yes You just mentioned about this is the best thing, something by hand, otherwise by mouth But don't want my heart, right? OK, you need to translate, or? 就是剛剛有這個聲訊講說,你看到不好的事情,不對的事情 你要第一個用手阻止,不行的話,用嘴巴阻止 不行的話,就用你的心阻止 A lot of people, they think that my heart is that what to do anyway, I just keep it in heart Oh Allah, you know that I cannot say anything, I cannot do anything, so I keep it in heart 那很多人對這個有誤解,第三個有誤解,想說 阿拉,你知道我沒有辦法用手、用嘴巴去阻止 所以我的心呢,是討厭這件事情的,那你知道我的心 This is wrong, not this is the meaning 這是錯誤的解釋 By heart, it means, I should at least, this is the minimum, this is the lowest level of imam I should at least show the person that I am happy with him 所謂用心去阻止的話,那是最低的一個信仰 那這個最少你要做到,就是對於做不好的事情這個人 你看到他的時候,你要讓他知道你不喜歡他,你討厭他 For example, Brother Subhan is a big person, he has power, he has title, he has money and he is bad, he is doing a lot of bad things to a lot of people and no one can talk, no one can say anything, because he may destroy them 當時Brother Subhan,他是一個位高權重的人 然後他做了很多懷疑事,傷害別人,那沒有人可以去阻止他 因為他有可能去把別人毀滅掉 so at least what I should do is, when he passed by, I don't say salam to him 那我能做的,至少說他經過我身邊的時候,我不要跟他道 salam 當他說 salam alaykum的時候,我嘴巴不要回答,我在心裡又回答就好 他跟我講話,我不回他,我看到他也不跟他笑 就算說我們這個更加微笑呢,是一種施捨,但是我也不要在他的身上施捨這個 no, when I do this, and Omar does this, Muhammad does this, Ahmad does this, Ali does this but everybody does this, so Tartu starts to think, what is going on? Why people don't hate me? 如果大家都這樣子去這種態度去對他的話,那須 Salam alaykum是思考說,為什麼大家都這樣對我 Then, he may come to me, or to Omar, or anyone else, if he comes to me, they will ask he staying in Iraqo, I mean, I feel that you changed, you are not same as before 那這個之後,他就跑來問我們說,欸,有沒有什麼問題啊,我覺得你們對我的態度跟以前不一樣 Then I would say yes, there is a problem, because of this and this and this 那我就跟他說,對啊,有問題啊,因為一二三四五,那他就會去改變 如果說他是一個真的很壞的人,然後他知道沒有人喜歡他,那至少他就會離開這個社群 因為他畢竟是人 那比方說俗策他真的是一個很壞的人,然後他,那我是他的一個一個人,然後他,那我是他的一個人 一個職員,那我沒有辦法做任何事情,那至少我就離職,我不要幫他做事 Aisha也是他另外一個員工,他也不要做了,他辭職了 Omar是他公司的經理,他也不做了 他的員工通通都離職了,都不要做了 那會怎麼樣 你覺得有人說呢,反正很多人都缺工作,都還是會去那邊工作 你不要用這種方式去想,你自己的本分你自己做到,你該做的你要做 你為阿拉而把你自己的本分做到 阿拉,你知道我的老闆他違背你 I'm leaving the job for the sake of you and me 我是為了你而離開這份工作 When everybody does the same, he will leave 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去做的話呢,他最後這個老闆他就自己走開,離開 Either he will correct himself, or he will lose the business and close 要嘛呢,他自己會改正自己的錯誤,或者是呢,他就會沒有生意做,就只好關了大集 But when I say in my heart, I don't accept what he is doing, but I'm still his employee, then I am his father 那如果只是說,我心裡面不認同他所做的事情,但是我還是他的員工,還在幫他做很多事情 那我就是他的同伴 So this is the meaning of my heart 所以這就是用心去糾正 Any other questions? Yes Like you said just now, all these things If you want to Can get somebody Something related Like you said just now Is it Have any Duran mentioned like this one, they have written 12 people Or just mention the Hadith same like you And also explain same like you Okay This is the first part But the second part, yes of course it is in Quran Allah ta'ala ta'ala He says Why in Ba'i Fatal ibn al-mummini naqtetal For us the whole wayna'ama This is chapter 49 Why in Ba'i Fatal ibn al-mummini naqtetal We have two groups of believers They are fighting 好,在古蘭經第49章裡面有講到說 如果有兩群的信使他們在互相攻打的話 For us the whole wayna'ama So you try to make things nice between both of them 那你要試圖去讓他們能夠言歸於好 See Allah ta'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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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s For us who Remember this who belongs to who To plural So it is an order For all You All of you who read Quran You should be involved in this idea So他這個呢 果然精大這句話 他就說 你所有的人 你都要去 都要去 涉入 都要去介入 And see actually there is something really very nice in Quran about this elephant Pa'i Fatal See this elephant no So two 就是兩個 Why in Ba'i Fatal ibn al-mummini naqtetaloo See first Pa'i Fatal Two 首先是兩個 Ktetaloo More than two 然後再來就是兩個以上 Fa'aslihu More than two All of you involved 還有就是兩個以上 就是所有的人你都要介入 然後就是兩個之間 What we learn from this 這邊可以學到什麼 Sultan is a group And Oma is a group So Sultan has his people Sultan有他的支持者 Oma has his people Oma有他的支持者 But if I tell You group Sultan and Oma They are problem between each other 那Sultan and Oma 兩個人之間有一些問題 有爭執 We Muslims should be involved with both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我們所有的穆斯林 都要介入去幫他們解決這個問題 But listen Aslihu Involve Bayna Oma between both of them 就是說我們大家都要介入 是在他們兩個之間 Before this Allah says Tetal Fight 在此之前奧拉斯講說 互相攻 就是要攻 要打 Listen Sultan has a problem with Oma 就是Sultan他跟Oma 之間有問題 Because of the problem betweenSultan and Oma All the people ofSultan are attacking All the people of Oma 因為Sultan和Oma 之間有問題 之前Sultan的人全部都在攻擊 Oma Well actually the problem is between Valipadam only two 那Sultan的問題呢 原點是最後他們兩個人之間的問題 那因為兩個人各有各方面的群眾 那就這些群眾變成互相在對峙 All of us For us Lihu Bayna Oma Don't talk to those It is not their business Just to bring one one And to bring two people 那所以其他不相關的人 要去幫這兩個解決問題的話 不要去跟他們的支持者解決問題 而是要跟這兩個人解決問題就好 Today whenever we have a problem We bring everybody on the suite Yalla come let us sit in the door 那我們今天有遇到什麼問題的呢 就是把路上的路人假路問題 全部都叫過來要解決問題 Well actually the problem is only betweenSultan and Oma Sultan and Oma They say okay fine we are okay Then others all of them They will say okay 那所以說呢 我們今天要解決問題 就是把原因的兩個人之間的問題 把他們兩個來解決就好 那他們兩個之間沒問題 他們的支持者也會沒問題 When I was working on solving the problem between some people Yes all of you you know the story But anyway the person who was involved One of them who was considering himself a very good person to involve Whenever I used to tell him that Let us solve the problem between those two You don't understand Behind those two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They are fighting 就是當我在台湖 我們在這個地區 就是幫忙解決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就是 就是其中有一個 那他認為他是一個很 很位高權重 就是很很有 這樣的一個人 那你要跟他說 我們來去解決這兩個之間的問題 他都說呢 你不知道這個事情 是他們不止他們兩個問題 他們後面還有很多支持他們的人 然後互相在打工黨 I told them yes I don't understand But I understand Quran Allah says only bring the two head It could be enough 我就跟他說 我是不知道你們之間到底有多少群眾 就是互相的來攻擊 但是我知道古蘭經 古蘭經阿拉告訴我們說 把兩個之間有問題的人 就是提出來解決就好了 But he still insists that he knows better than Allah 但是他這個人 他還是堅持他比阿拉還懂 Anyway So 如果他們其中兩個人 其中一個人堅持不要聽 Now insist not to listen to what 堅持不要聽什麼 堅持不要聽古蘭經的話 不聽聖訓的話 What is the meaning of insist 什麼是堅持 堅持的意思並不是說 不要 我不要接受這一節經文 Because the one who will say I will not listen to this eye According to Quran You have to bring him and cut his head He is not Muslim 因為如果這個人 他說我堅持不要聽 古蘭經這節經文的話 他就不是穆斯林阿 我們就可以 就是不用那個 當然這個人他不會說 我不聽這筆古蘭經的教誨 他會說兄弟阿 你不了解古蘭經的真正意思 阿拉他的真正意思不是這個 他是別的意思 他講這樣的話的人 就是說他們其中一個人 就是這個人 他是不要聽古蘭經的教誨 Now listen Fa qā tī lu Steal vawun avidh Fa qā tī lu Fa qā tī lu means fight 再經文的話的意思就是说 要互相的打鬥 Fa qā tī lu Let it depity also And let it depity Singular Fa qā tī lu Singular Fa qā tī lu Fa qā tī lu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要去對抗的人呢 就是那個不聽《古蘭經》的教誨的這個人 要不斷地去攻擊這個人,直到最後他願意接受《古蘭經》的教誨 這是《古蘭經》裡面講的 那如果你把《古蘭經》的經文直接去拿去跟他講 然後他就反過來跟你說,這個真正的意思不是像你講的 那阿拉告訴我們說,我們要遠離那些無知的人 但是在此之前,我們還是必須要把話講出來 現在,我們的目標是只要說 什麼《古蘭經》所說的,什麼《古蘭經》所說的 我們的目標是不斷地強迫別人,但如果我們可以 如果我們可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我們必須要去做 我們的使命呢,就是要去把阿拉署講的話 先知馬莫德講的話,告訴別人 那如果我們有辦法去說服,迫使人家來接受的話 最好,但是沒有辦法的話 那就是,就是這樣 我們必須要做 例如,我先給你一個例子 我們先給你一個例子,讓我們說 比方說,這個俗上和歐馬之間有問題,有紛爭 我們有這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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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跟他們兩個人講文化之後 就發現是俗上有罪 我們發現俗上,他必須要把錢 就是退回來,他必須要去糾正他的錯誤 我們就要去強迫他就範 那如果說我有這個權勢 有這個力量,權柄 然後去阻止,就是說阻止他 叫他把這個錢吐出來 那我就必須要做 不能說呢,我就跟他講完了 然後他自己不要聽呢 他讓他下病,不管他 如果說我有能力去叫他做 我卻沒有做的話 在審判一日的時候,他會指控我 我就會變他的痛苦 我們要了解到有時候呢,我們對我們自己身體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身體的某一個器官 某一個部分把它切除掉 我們知道這個 如果這個手指有癌症 如果這個手指有癌症 是一件很難過的事情 但是呢,總理是要整隻手還要好 我們應該說 當我們有一個箱子 充滿的蘋果 全都是完美的蘋果 除了一隻,它有一個小病 或其他 其實每個蘋果是100 如果我把這個蘋果拿掉 我會失去整個蘋果 只要一蘋果 每個人都會失去 我有一蘋果 其中有一顆是爛的蘋果 其他都是好的蘋果 若我不把這個 好,爛的蘋果拿掉的話 其他9顆好的蘋果會變得不好 那我整蘋果都沒有 OK 就是要跟我說OK 我稍微